嗨 大家好 我是飞匠 看影片的标题就知道 我现在目前仍在剧组 跟大家简单讲解一下 为什么我会进剧组工作 我自己满了解我自己的 其实我不太适合做办公室 我不太喜欢每天都做一样的事情 比较适合接案 或者是变化性更多的工作 那其实我个人也满喜欢这样的生活模式 我持掉了一般上班族的工作之后 去做接案的设计师 对 就这样一直做到现在 那其实中间我一直很想要进剧组工作 除了会做平面设计之外 其实我是在设计师毕业的 我还蛮想要接触一些 跟设计 平面设计 视觉存在设计 领域以外的东西 虽然我常常跟一些品牌合作 然后做平面的东西 但我会觉得同一个系列 同一个品项 同一个领域的东西 风格可能也不会落差到太大 因为它是for公司 进影视圈 节奏快 人种项目 多元性也会非常非常的多 我之前在上班族的时候 其实我就有曾经被问说 要不要进剧组工作啊 那时候其实我就一直很想 但是因为爱雨 我也有一个正职 那大家知道剧组的工作 其实就是接案模式 其实就是跟我平常 接设计案是一样的 它可能就是拍一个档期 但是五六个月也有可能 一两个月这样子 那短期的话 当然也有一个月的这种 我那时候是有正职的 所以不可能让我就是什么 休息一个月 或是三个月 六字听信 那时候我们公司的设计师就有我一个人 想了非常非常的久 因为那时候在这之前 我就有发现到我之前说的问题 其实我不太适合朝九晚五的工作 我自己非常知道 就是我很喜欢把每个时间段 都塞得非常非常的满 我自己本身的理想生活就是 想要结案 然后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室 然后自己规划自己的时间 对我想要为自己赚钱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每天在干嘛 我每天早上起来不是只有打公车 然后打卡 然后做完事情然后下班 我会觉得这好像不是我想要的人生 所以我就决定辞职 之后就是很衰 刚好遇到疫情 辞职之后本来以为可以直接衔接上剧组的工作 那大家就知道疫情那一阵子 就是影视圈就是重伤很严重 很多剧组就不能拍啊 然后不然就是好不容易接到了 然后又延起资金或什么 进了三四次剧组 然后也都没有下文 所谓没有下文就是没有拍到杀青 可能在前置的时候 然后就是... 好 反正这件事情就这样过了两年 直到之后呢 我就遇到了一个很有经验的一个美术指导 他看中的是我室内设计 这一个能力的话 其实是在影视圈的美术组来讲 是比较稀缺的 这段重点其实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虽然我高中的时候是做广告设计 平面设计 视觉团纳设计 我大学的时候是学室内设计 其实跟我高中的领域是超级不同 落差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从这里其实就可以明显的感受到 我是一个很喜欢换领域的人 有的时候换领域不代表是你放弃你原本的 我大学之后我就发现到 其实我没有想要把室内设计 当成是我未来的工作 也是因为大学这四年 我才发现到原来我这么喜欢平面设计 是经由了时间去证明 其实你更爱这件事情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那你浪费这四年去学 跟你未来工作没有相关的领域 好像有点浪费钱浪费时间 我自己是觉得不会 因为其实它都是跟设计相关的 它的技能是可以相辅相成的 技能在身上就是会让你的价值提升跟提高 这也体现在我目前进到剧组的能力这件事情上 因为其实说实在话 平面设计会的人真的很多很多 门槛我说真的不高 只要你会画画你可能学 你会用AI一些基础 或是Photoshop一些基础修图 在剧组上面来讲的应用上面 我不敢说80% 你至少及格边缘是有的 比如说画3D图 你还会去手绘能力 在橙色或美术或道具这一方面 沟通制作或是你的联想力来讲 都是非常非常有加成作用的 那哪怕现在没有办法回馈给你什么 你或是你没有办法 很实质的看到你的生活上面 有因为你的大学技能也有所改变 我觉得多学东西都不会把你的路给毒死 你多学一些技能 你多发现你自己喜欢的事情 真的不怕找不到工作或养不活自己 我觉得这是我很幸运的事情 就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它是我的工作 我不会觉得很累 就算很累我还有热情在的话 我会觉得这件事情 不会压垮我 我也不会不开心 先跟大家说一下 你可能会看我眼睛在飘啊 或者是什么 是因为昨天真的很晚很晚睡 因为在剧组真的 每天都很晚睡 然后每天都很累 累是累 每天都还是有热情 因为你就是每天在做你喜欢的事情 然后再加上就是我自己的选择 我要为我的选择负责任 你要想要做到一个境界 你想要对自己手上的东西有一个交代 就是先简单的告诉大家说 我为什么会来剧组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我自己一直以来的 对自己说的话 给自己的期许 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 你想要留下什么 过得开心 充实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今天试着第二面 公车的 其实它是一整面 然后到这边去 前面的其实这边的已经试完了 现在中间这个是因为它这边超级窄 所以等下再来试 然后这些都是这一侧撕掉的残胶 已经泡泡AI了 没有看到 应该是起水泡吧 因为它很黏 所以每一次一撕起来 它都会把你的皮肤跟肉 直接给撕起来 反正就是很黏就对 大姆哥这边也是 所以每一次试都很痛 所以我只能用这边 对 这边好明显 它已经有点肿了 这边移试也快了 但是我尽量不要让它那个 因为回去今天还要弄涂 然后这只手是要握滑鼠的 所以比较重要 它真的是黏到一个很低质 我现在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撕 它非常非常的黏 你不要以为它很好吃 先简单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Room Tour 这个房间已经我们的生活过得很激了 所以有一点乱 但是我觉得还蛮温馨的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厕所 我们的厕所非常的干净 人家还蛮大间的 其实它你目前看到可能 好像疑似不太可能会有出现在饭店的东西 都是我们自己带的 要特别介绍的是这个洗衣机 这个洗衣机呢 是我从淘宝上面买回来的 然后机运运回来的 那时候非常的便宜 一个才七八百块钱台币不含韵 但是呢它这插头是要连接这个的 就是我没有注意到它不能碰水 它就干了 我们的房屋人员来了 我先去给它开门 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整理后的样子 是不是跟刚刚贴冷之别 而且它连床套都会帮你换 然后继续把刚刚没有讲完 没有讲完 哦 这个就是本来就进水了 然后它就有点生锈了 然后现在就不能动 所以现在我把它当一般的桶子 然后来浸泡东西 其实还是可以的 只是我回台北的时候 我就不用带这么重了 半天有一台洗衣机 一台烘干机 但是我们剧组很多了 所以其实大家就是要 我们就分配去洗衣服 然后这就是每天会有的备品 然后这个小板凳也是我自己准备的 然后另外还有清洁 厕所整个用的就非常的干净 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边就是我洗的衣服 这个桶子呢 不是原本有的 这个桶子是 然后看到同族人员 他们去宜德利买这个桶 他们说他们比较下来 觉得这个桶子最好用 最耐重 请给大家看 它的天花板其实还蛮高的 所以其实你在用厕所的时候 不会特别有压迫感 那这就是我平常会用的东西 像这个固法的啊什么的 就是很多自己的东西 我们就都自己带 然后我们另外还有买洗发精 跟墨浴乳这样子 好 走到外面 走到外面呢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衣柜 没有错 那这个衣柜呢 它就是这样打开 挂一些衣服啊 然后我们有时候会把雨伞放在这里 好 这边还有保险柜 但是我们真的都很少用很少用 那这边还有一些拖鞋 那我自己是觉得这边的拖鞋 明映用很干净 所以我们还是习惯戴自己的拖鞋 那我们不要的拖鞋 像我就请菲妈寄的这种 就是在这边用一用默回胎背之后 或杀青之后可以直接丢掉拖鞋 这个鞋子我下来的时候 真的超级无敌干净的 但是呢 因为有时候下雨嘛 我们有时候在现场的时候 下雨啊 泥泞啊 或者是什么的 就变得非常非常的脏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我少数不是全白的鞋子 所以就带它下来 这就是我们用过的报纸 因为最近下雨就是还蛮常下大暴雨的 那我自己还有带一双靴子 那如果我知道今天一点点都会下雨的话 那我就会穿雨鞋 那这不是雨鞋 它其实就是马靴 短头马靴 这也是我在淘宝买的 没有开箱跟大家分享过 然后这一箱物资呢 我请录音师还有飞吗 从台北帮我记下来的 有一些东西我不太想要在这边买 家里有60块钱给你解决的话 我就把它解决掉 那还有我每天都会补水 一般来讲就是个三罐 那因为我们住比较久嘛 我们大概会住到三四个月 他也知道说我们的用水量其实还蛮大的 那你只要跟他要求他都会给你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零食区 因为我们的室友太可爱了 每天都会买零食 但是我立志下来就是没有要吃这么多的东西 然后想要减肥 所以我就很少碰这边的东西 给大家看一下这其实是我们这一整面墙的样子 然后下面会有一个小冰箱 然后里面可能就是囤放一些我们买的饮料啊什么的 如果你今天是要去剧组拍戏 或者是你今天是要长久坐在外面的 千万一定要准备一瓶卤 因为我前几天大晒商 然后我完全不想在这边买 其实也不是说不想在这边买 根本没有时间去买 因为其实剧组的生活就是很紧凑 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外面买东西 当然又是嘉义 它不像台北这么方便 所以你要买一个小东西 或是买一些零碎的东西 你真的不可能花太多的时间去外面买 然后这是饭店的毛巾 我还有准备一条自己的擦脸巾在里面 一个粉红色的 每三天就会快筛一次 所以有时候会有一些裤衬 这就是我的行李箱 然后因为洗衣服自己洗嘛 所以有的时候 就是那衣服有时候丢一丢就放在这里了 洗完你真的没什么时间折 刚开始下来的时候 还以为可以很常回台北 然后可以去取一些自己临时需要的东西 或者是不够再补足 但发现到真的真的很难在外面买东西 所以就赶快请他们自己下来了 再这样我不想要再网购 家里有东西60块可以解决 其实先暂时解决 然后这个电视 我说真的 坐在这边差不多两个多礼拜 没有开过耶 完全没有开过 根本没时间开 然后这边就是一些剧本脚本跟通告单 然后这边也是我的工作区 终于来到很重要很重要的地方了 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是在外面跑现场的 现场拍摄的 但是就是因为碍于一些原因呢 然后就来跑来支援做道具这一块 不能公开的东西 这个就是我的工作区非常的凌乱 然后这个是我的电脑区域 也是非常的凌乱 然后我都会固定让自己旁边再放个水啊什么的 就是逼自己要喝水 然后这边就是我的板板 这个板板呢就是有写满满满满的资料 就是在这里 大家发现到 这边有三张床对不对 但是我们只有一张椅子 这个床位的 就是它现在没有在这边的QQ 我是睡这张床 然后另外一个场地是睡这张床 其实他们两位都不太习惯在电脑桌上面用电脑 我之前就是做设计 所以其实都是自己一个人工作 用电脑 这件事情对我来讲 就是我平常在做的事情 这也是我平常工作桌的状态 除了一些摆饰不一样之外 其实我平常的工作台就是这么的 看似杂乱无章 但依然锦然有序 很好笑的是 因为它这个椅子真的是只有一张 那我跟厂自己常常有时候就是 要弄东西或是什么的 刚开始我在现场的时候 晚上回来我们两个就 有点小尴尬 就是我们两个其实都需要用到电脑 但彼此前浪 我们有时候就会轮流用这个工作做 尴尬的是呢 如果在这边的人 像我有时候 我在这边做事情的时候 我就必须要把电脑放在这里 但我要坐在这里 但它非常的高 非常的难使用 所以我就请菲妈 拿一个小板凳 就是刚刚搭在厕所 看到那个小板凳 我就可以坐在这边工作 我的室友 小菲人真的超好 他还会带延长线 因为他之前已经拍过很多档戏了 所以其实 他有些习惯知道什么东西是需要戴的 有些东西是必戴的 像我这种没经验的菜皮吧 就是 他就跟我讲说 没关系啊 你就用我搭什么的 我真的觉得室友太可爱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目前 我工作的状态 还有我工作的生活环境 这是我们每天中午的夕阳 打在这个枕头上面 好好看哦 今天是6月20 还有今天工作内容是 做帐 为了保护隐私 这个呢就是我今天要做的帐 这一边呢 就是做好的帐 这一边呢就是还没做好的帐 超级多 这都是餐费 然后这个呢就是停车费跟油脂 做帐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我觉得我自己很棒 嗨大家 因为我昨天在外面一整天 以往看到就是有化妆或什么的 对 但今天就非常的居家 今天呢是开拍的第21天 前几期的时候我时候到现场去拍摄 后面几天的时候就是在饭店做平面设计相关的东西 最近几天都是在跑道具类的东西 今天不是做图 今天也不是弄平面的东西 今天是要做帐 我第一次写帐 还蛮难得的经验 结束了一些新的东西 我是觉得还蛮棒的 大家看我的脸皮真的是 非常非常非常的累 每天都过得非常非常的充实的 我还蛮喜欢这样的感觉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5点多 你完全没有办法想象 我昨天到底是今天睡着 昨天是4点多睡觉的 也就是今天4点多睡觉的 今天凌晨4点多 早上差不多10点多起来 然后就开始弄到现在 加油 午安 今天是礼拜六 今天礼拜六就是一般来讲的话 这时候的我可能就是稍微工作一下 然后安排一下跟朋友出去 对 待在剧组的时候呢 其实是没有分假日的 其实跟我平常结案是差不多的 就是也没有在分假日 每天都要工作 但是那个匹配程度 其實是很難拿捏的 如大家所見 這時候的我還在飯店不外乎 就是做平面的東西 又或者是作帳 跟前面的影片一樣 就是一樣在作帳 對 因為美術的東西其實還蠻多的 我們花蠻多的費用 就是要作帳 我們才可以請到款項 就我好像有點略黑略黑 對 沒錯 我曬黑了 昨天兩天其實我都在現場 然後看到我就是可能 手上還有一些油漆啊 或者是有一些 或者是第二次底漆 然後看我可能 有稍微曬黑了沒有錯 爬爬高高低低然後曬個太陽 然後熱熱 皮膚狀態可能也 沒有前置影片好吧 我自己是覺得好像沒有落差到太大 因為我自己是有戴帽子 就是昨天兩天就是 他們消耗體力的時候 早上很早就要起來 晚上很晚才回來 然後在飯店的話其實 做的事情就比較不一樣 不會說是體力累 但就是精神上的累 而且加上我們這個飯店 它其實燈光非常非常的昏暗 非常好睡覺 不過是太累 還是說是真的飯店燈光的關係 每一次我們回到飯店都覺得 啊!好想睡 真的是倒在床上秒睡 我覺得不是床太軟或太舒適 是整個環境整個氛圍 它畢竟是飯店 是讓你休息的地方 所以它不太可能營造的太冷色調 太明亮 對於這種我平常就是菜工作 它非常需要跟你的意志力做抗衡 這就是我今天的工作日子 每天大家都只有睡兩三個小時 然後睡眼輕鬆的 我現在卸完妝素眼 你會覺得 哇賽這個人 這黑眼圈也太重了吧 我進到劇組之後發現到這件事情真的是 嗯 很奢侈的事情 就是要睡到爽睡到飽這件事情 甚至你說要睡到六個小時 不要說六個小時 睡到五個小時 都都是一個非常非常奢侈的事情 這真的是真的 而不是只有我這個崗位的人 我們這個房間的所有人 或者是整個劇組所有人 我真的敢說 然後睡到五個小時的 真的是 就是我想應該不到事成吧 真的是不到事成 真的是不到事成 我第一次進足 所以很多的經驗啊 或者什麼的 我都是用聽來的 但他們都說這一檔真的 非常非常非常的累 就是拍了一個禮拜 好像拍了一個月 那麼累那種感覺 我自己不會到畏懼或怕或怕累這件事情 我自己還蠻期待 因為這是我第一個接的戲 大家那個相處的感覺也 非常非常的融洽 就是我們這個房間的每個都非常的友好 我也不會介紹說 欸你好我是誰誰誰什麼的 但其實他們可能就會透過別人 然後去認識你 或者是說主導來跟你交談交流 我真的是 蠻喜歡這個劇組裡面的很多很多的人 對 如果我有空的話我就自己錄 你會覺得有點片段 破破碎碎零零索索的小雜事 或是什麼的 但其實有的時候就是 很忙的時候真的沒有辦法紀錄 我可能只能用影片來代替 簡單的手機錄影的畫面 或者是說照片來輔助 盡量就是 除了紀錄給我自己看 就是第一部戲就是長什麼樣子之外 還可以分享給大家的劇組生活 美術組的生活 美術組的零件 沒有人接近 沒有人接近 跟我們接近 在這部戲中 很正常的劇組 的 喜歡 rifles 可以